嗨,你们好,我是黄老师,你也可以叫我Becky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这是茶字树 什么是茶子呢? 你吃过茶油吗? 啊,可能你只知道橄榄油,对吗? 在中国,茶油是一种质量很好的油 我们可以用茶油煮菜,做药和洗头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老家是这个农村 这个农村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村子 我们的民族叫瑶族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没有洗发水 那我们用什么洗头呢? 我们用的是做茶油剩下的茶敷 我们瑶族有一个传统 就是女人一辈子只剪一字头发 嗯,好像我不是真的瑶族人 对啊,我们传统的瑶族人 女人只有在结婚的时候剪一次头发 所以女人的头发都很长 而且我们剪下来的头发 也会放在我们的头上 那这么长的头发 会不会需要很多营养 很快就会白了呢? 不是,我们用做茶油剩下的茶敷洗头 很多七十岁六十岁的老人 有很长的头发 但是没有白头发 你们看,我已经买了五十棵茶字树 今天我要把它们种完 我要去田里种这些茶字树 哎呀,我真是有太多工作了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装茶字树吧 好,我们现在把茶字树放进背楼里 好,现在我们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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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到了种茶树的地方了 哎呀,今天要种五十棵茶树 我要加油了 加油 好,开始了啊 还好,现在太阳不太大 先挖一个坑 然后把树苗的根打开 把树苗放进坑里 然后用土盖住根 好,已经种了一颗了 就这样 我们继续吧 再种一颗 好了 好了,现在我们种最后四棵 就可以回家了 嗯,因为这个星期我住在农村 所以呢,不上课的时候 我也喜欢买一些树 买一些花来种 那上课的时候 我也喜欢给我的学生 看看我家外面的风景 嗯,然后我有的学生就说 我是李子柒 其实不是啊 我觉得学语言就是 要学习用语言说 你做了什么 你怎么做 你为什么做 我觉得 如果你把你每天做的一些事情 用语言说清楚 你的中文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呢,我也喜欢给你们看看 我每天的生活 除了上课以外 我还在做什么 好吧 然后我做完这最后的思科 就可以回家了 嗯,茶子呢 它可能要等三到五年才可以结果 所以呢 如果三到五年以后 我还在做视频 而且你们还在看我的视频 那我也会给你们看看 茶子是怎么变成茶油的 好了,我们现在先这样吧 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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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